阿Sir, 我要保安了 發生什麼事? 我整個身材都被人握殺了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阿Sir, 你要幫幫我 冷靜點, 請坐 謝謝Sir 你慢慢說清楚這件事給我聽 是這樣的, 我在旅遊巴公司 你知道, 近期受了一連串的事件影響 我的旅遊巴公司的生意大落 我增好幾個月, 我都沒有錢出 就在我最等錢用的時候 我收到一個自稱叫握鬼利銀行的電話 喂? 朱先生, 你好, 五安 我是握鬼利銀行的職員 我叫Kelvin 什麼?握鬼利公司? 我們銀行現在做一個特位的低息貸款 借一百萬, 只需要三千元的利息 再加上手續費 還可以分二十四期去攤還 你說是不是真的很划算呢? 這麼笨?真還是假? 朱先生, 當然是真的 為了折省你的時間 只要你預先把六萬元的行政費 傳入我們公司指定的戶口 經過我們確認之後 我們就會盡快把這一百萬 傳入你名下的戶口 好啊, 好啊, 好啊 那你公司的帳戶多少 我立即進去 入給你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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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 麻煩你 就是這樣 我將銀行紀元六萬多元 進去它給我的指定戶口裡面 但是到現在 我還沒收到一百萬的貸款 我打開找那個死人Kelvin 他的電話就停不了 我打開找那個死人Kelvin 正在那裡問 他根本沒有這個人 阿Sir,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你也要幫幫我 明白的 你這一宗 是以低息貸款做截口的騙案 放心 我們會交給CID幫你調查一下 麻煩你, Sir 當時民接到電話 自稱是銀行或財務公司職員 退銷低息貸款的時候 以下有幾點就要留意了 要主動去核實來電者的身份 銀行職員絕對不會要求顧客 在銀行分行以外的地方 簽署合約或交收款項 在簽署合約之前 一定要清楚了解合約的內容和細節 才好簽